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有这种文学的杂志吗 其实挺多的 只不过我们历史也不短 也有十二三年的时间了 十二三年耶 总编辑指教一下 这个杂志的分的层次是 应该是主编故序或是副编是什么 应该是有这个版面吧 A版 B版 对 其实这个版面的设计是 一年前才刚刚改的 以前是没那么分明的 以前就是还是有专题跟投稿的部分 但是我们这次设计上也特别的 做一些新的改变 所以就凸显出这个层次结构出来 是 要不然都是像读解文哉这样子啊 通通就是文章啊 对 就想那个铺牌 让读者看得更清楚一点 更新鲜一点 而且最重要是 为什么这个是杂志嘛 对不对 看清楚 看清楚这个杂志 为什么要叫字画 这个是很长历史 但是其实我还没有加入 但是字画 从字面来说的话就是文字字画 就是文字还是会开花结果 还是会传播开去的 让文字背后的讯息 它的意义也会让读者留在心中 字画还是他的花 见证着很多作家的慢慢成长 从刚刚出道到现在可能已经 对已经成名了这样子 是 那这一本呢 这一本的作者呢 这本就很特别 因为它的作者其实 她是个90后的一个香港的女作家 是 对它的字画的发表的作品不算多 但是我们也专题的介绍过它 重点介绍过它在杂志里面 那到了今年的一月 它终于出版了这本它的 那这个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它过往在字画里面有刊登的过程 有一些部分 大概 说说看 对大概里面有两篇左右吧 两篇在字画刊登过的 那它是不是等于是你帮它开花结果呢 也不是我一个人啊 就是很多 因为它也 是不是这个杂志的功劳呢 杂志有一些效用 很大胆的 你看题目之下 没有什么 没有野兽的成分 就算是人 它也有受信 它有原始的欲望 所以它是一个探讨人类的 原始欲望的一些小说 它可能有男女关系 有家庭的一些阴影 创商也它在小说里面提到过 所以是用一个很大胆的笔触 可以说一些身体的书写啊 一些欲望的书写也在里面找得到 是 大家好今天呢 我们再次来到台北国际书展 来介绍来自香港的这种版社 这位是水煮与出版社的关天林主编 来给我们介绍几本 他们的出版社的作品 今天呢 和大家介绍的这本 叫《明媚如是》 作者就是梁荔枝 我想这位作家是香港作家 是 没错 那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位作家呢 因为你们手边的作家好像相当多 但它都比较特别的 因为它是一个组位的作家 什么组位作家呢 就是它高中的时候 已经开始写作发表 刚入大学呢就出了它第一本书 第一本的小说站 所以这个其实就不是它第一本 而是第三本书 而它只不过是二十多岁的一个 年轻女 所以呢 都是非常值得推介一个新进的作家 是 那它其实写这本书的内容是写些什么的呢 其实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 因为它涉及到各个香港各个社会 但是呢 阳光啊 是一样都是那么明媚的 就是外在环境呢 其实是没有因为人类的处境变化呢 而有改变的 那我就想有一种这样的悲闻的视觉呢 去望着香港这个城市 和众生上 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讲一讲 那里头 哪一个香港的面貌 有这样移发呢 有的 例如它里面有一个 关于老人家的故事 那这些老人家就 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包括他是一个独身 他的太太已经过世了 那他怎样度过他孤独的余生呢 那就写到他那种的孤独 和这个压力 那最后呢 是一个有自杀的原因 那除了是这一方面 有没有说比较突显到 现在去和香港的时事会 会结合到在这本书里面 都有的 例如它里面有些 关于大学生的生活的故事呢 就有一些社运 政治的背景在背后的 其实 蛤? 是啊 那这个不是行程小说来的吗? 不是很行程 刚才都说了 有自杀 有压力 所以其实呢 它是表面上 好像讲人的生活 一些琐碎的事 但是呢 它其实是慢慢会揭露一些阴暗面出来的 是的 就是 例如它里面有个故事是说 一对男女朋友 好像是相处得很好 而那女孩呢 就以为那男朋友呢 就家庭很美满的 直到最后呢 那男朋友呢 才在某些情况之下 去说出来 其实家庭表面上 看得好像很幸福圆满 但是 其实呢 都会有很多暗容在那里 嗯 那它就是通过很多这些 这样的关系 慢慢透露出 背后的一些 令人不适的事实 那它里头的篇章呢 是不是通通都是 一个主角连贯到底 还是 是单篇单篇的小 短篇小说 是绝对可以独立地看待 但是呢 它很有趣的安排就是 有时有些名字呢 是会重复出现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 可以当它 没有东西的 就是我们 因为他们的故事 其实没有连接的 没有连接的 那只要可能 他喜欢用一个名字 去做那个角色的名字 OK 哦 这样 那这个故事呢 就值得大家 如果是对 香港有兴趣的朋友 多点读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是讲 应该是讲 香港小市民的故事 都是近年发生的事件 背景都在里面找到 嗯 一些老百姓 可能生活很 艰苦 很艰苦 60岁都是中年 还要工作 一定是穷人的 可能年轻的 或者老人交角的 他们的一些苦与乐 嗯 在这里呢 可以大家来分享一下 香港社会的变化 和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这本书 欢迎大家收看这本书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是特别访问得到 来自香港的出版社 水煮与文化出版社 那我们今天要去介绍的呢 就是这本新的书 《后人类时代的他们》 那基本上呢 我们再次请来主篇 关天林先生跟你介绍 关先生你好 你好 那这本书呢 是一本红色封面的书 那很有趣 叫做《后人类时代的他们》 作者是曾凡雨 那或者由主篇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好吗 好啊 那其实它是一个结合了科幻背景 和爱情的一本长篇小说 那本就是一个故事 那里面呢 就涉及很多个人物的 那些人物呢 不是人类 而是机械人 而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 任到就是灭绝 被运在动物园被人观赏的时候 主宰地球的就是一帮机械人 而这帮机械人呢 是会谈情说爱的 是会交女朋友交男朋友 那他们怎样谈恋爱呢 那就是这个故事的一种 这个故事呢 都写得很细致的 那他是 那当然我们未去到这个时代 那作者只能求猜度 那他都猜度得非常合成合理 那他们呢 机械人他们学着谈恋爱 那所以就 看回很多以前人类的电影啊 书本呢 学习了 学习了 他们学习能力又高 那他们就试试讲一些对白 试试去用一些方式去试探 那他们呢 就见到那种呢 很有趣就是 机械人虽然高智能过地 很先进 但是他们同时在这方面呢 又很幼稚 就是他们要学的嘛 总之有经过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这本书的结局 是讲些什么呢 结局 就是说 可能这个机械人 最后呢 就可以和这个机械人 结婚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结局讲完 那不是很激烈的 哈哈哈哈 我会令你心急的嘛 我只能够讲一些片段 比如说 有一个就是 当个女朋友 即是都是机械人的 那她要被拆解呢 因为她型号太久 即过时要被淘汰 那时候那个男朋友 都是机械人来的 那她的感受是怎样呢 那其实她呢 就不是那种人类的伤心 而是觉得很困惑 那我应该怎样呢 如果她没有了 那我还能不能生存下去呢 她就有很多思考 因为机械人有很多运算 那她就未必有 人类那种的情感反应 但是她有一些理性的反应呢 都看上去都非常之有趣 就是原来机械人 如果面对这些分手的时候 那么生离死被人 就会这样思考的 嗯 这个是幻想出来的 啊 不用怕 这个幻想出来的 这个幻想出来的 我们未到那个时代 所以其实呢 我们访问那么多作家当中 我们知道以香港的文学来说 就是写不同类型的文学小说的作家 真的很多 比如金翁武俠小说 是 《危康》是《科幻》小说 《逆书》是《爱情小说》 那么这个呢 就是《科幻》兼《爱情》 也就是《逆书》加《危康》的初试版 是吗 非常新鸣的组合 对对 可以这样看 那所以我们 我自己过往看《危康》的 这个小说都看完了 那我觉得 如果能够有新一代的作家 能够写到类似的科幻小说 是香港的文坛当中 是一个好事来的 嗯 那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看看这本书 这本书就叫做 《后人类时代的他们》 请多多支持